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礼拜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上网去看 你们可以去找 台湾开放式课程联盟 然后 这边有一个开放式课程 在这边 左边这里 左边 点选进去以后 你就会看到 你就点选辅人大学 你就点选辅人大学 然后辅人大学 点选以后 你就看到98学年度 就有这个法律论语的课程 好吗 然后点选进去就进来了 就在这里了 就有这个内容了 然后 目前 应该是 这是上礼拜做的 一个礼拜前 应该有增加了 你可以看到讲义都有 好吗 所有的讲义 还有我们上课的影音 它们有剪辑 应该每一段 差不多都20分钟左右吧 大概这样子 OK 我们最后一周是模拟考 那模拟考虽然我们在过去几周里面 我们都有在做练习 但是那我们在网路上面也留下了去年 就是两年的那个整个提库的资料 大家很多同学也应该都看过了 但是你们如果说觉得不够 不够 那我建议了 你们可以到这边 因为我们这学期没有发讲义给大家 但是我们所有的资料都在这边讲义里面 好吗 所以我会鼓励大家 你们可以到上面去下载这些讲义 好吗 就是讲义 就是我们整个上课的简报档 但是它并不是简报档 它是把已经转成PDF档 你们可以看 可以练习 就大概这样子 就是我们上课的内容 这边都可以看得到 好 那我 这一个礼拜我们必须要延续上个礼拜 因为其实今天 即使是今天 课程也是有点多 所以我们就有点赶 那我们这边呢 我们要上到那个 那个委托人的部分 我们知道整个律师伦理规范里面 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条文 我上礼拜谈过 它并不是发生非常多的争议 但它却是一个律师 在日常业务的执行上面 所面临最大的伦理抉择的一些 经常会面临到的一些情况 就是主要就是跟它的委托人 哪一些的案子该接 哪一些的案子不该接 那可能会有一些冲突 那事实上蛮难的 因为你说律师业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特别是有一些 我们讲有一些 比较专业领域的律师业 比较专业领域 你们未来可能你们都会面临到 比较专业领域的 例如 有一些律师是专门处理保险的 有一些律师是专门处理海商的 有一些律师是专门处理专利商标的 其实他们的客源 他们的原告被告 他们的当事人 还有他们的对照呢 都有可能 都是很小群的一群人 所以你想有可能什么 这个时候代表原告这边 有些时候很有可能会代表被告 因为这个圈子不是那么大 那这个时候你们就会两难 那到底能不能接 到底要不要接 我刚刚谈告就是说 今天律师跟委托人之间 从过去的陈储 那个律师惩戒的案例里面 并不多见 但是呢 实际上他真的是一个律师 在职业的过程里面 面临到最多的伦理抉择的问题 为什么这边我们会花 比较多的一个篇幅来琢磨原因 在这里 那我们过去 上个礼拜我们大致上已经谈到了 这边第三十条的部分呢 全部有几款 第三十条的部分全部有九款 那我们上礼拜应该看到了 那个第四款应该已经看完了 我们这礼拜持续看那个第五款 第五款 第五款是任公职跟仲裁利益的冲突 我们今天只做导览 那我觉得还是大家可以 我鼓励大家还是去上网 去下载这整个的简报来看 也可以 内容我们把他的一些 整个背景 那条纹的变动都有颜色 那他整个转档的时候 他是直接用彩色的方式 转成PDF档 所以你们都可以看得到 那你们不需要印下来 印下来可能会 蛮浪费墨水的 就是在下载下来 在网路上看也可以 那只是说 我不知道他的作业 会不会这么快 到我们 大概期末考的时候 要在模拟考的时候呢 他们下载的速度 他们那个完成的速度 是不是已经到了 能不能到13周14周 或是更后面 我们不清楚 不过大家还是可以尽量看 好 那这边我们只看 只看他的那个条文 那关键的部分 我们都会用比较多的 那个黄字来显示 好吗 我想给大家 比较快的导读的方法 这边来讲就是说 你如果承认公务员 或承认仲裁人 你职务上所处理的 统一或有实质关联的事件 你也不能受任 OK 就是这样子 那这边有一点点 那个修正 小修正 他整个文字上都有修正 那这边的修正 修正理由在这里 就是说 他今天希望整个的文字 规范更明确 就是这么简单 那我们其实在相关条文里面 这边我们也秀出来 在律师法26条第二款 这边也有 你如果承认 那个法官检察官 或司法警察 诚心处理的案件 第三款 仲裁程序与仲裁人资格 诚心处理的案件 这律师法也有明确的规定 那如理规范 它再规定一次 那它更明确 它更明确的 它是以统一 或有实质关联 那为什么会有立法理由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规范 其实 我今天当过仲裁人 同一个案子的仲裁人 今天当过 未来可能会诉讼 那我今天为什么不能当 其实它的立法目的 主要说 你已经处理过的话 你可能已经有定见了 因为你可能会有一些 先入危主的观念了 你也知道一些的秘密 在这些的秘密 会针对你未来 在执行律师业务的时候 可能会影响你对案件的判断 这是一个原因 我们要去问 为什么说 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个条文 它有它的背景跟原因的 还有 如果你今天承认公务员 你所处理过的案件 你离职后再接受任一番的委托 例如我今天可能是一个公务员 我当时受理过 可能处理过 例如可能是一个公害案件 公害案件 对不对 当时有处理 然后也有 当事也有申诉 然后今天 你今天可能 你本身就有律师资格 你今天辞职了 你去担任律师 结果你还担任这个 你当时 陈储过的这个 或是说 你今天处理过这个公害案件 当事业者的委托 这个也不行 因为你这样子 可能会让人家 有令人质疑的勾结 我想你们了解一下 离职前 可能会先安排 担任律师的可能案件 会影响公务员的操守 你要解吗 就是先做 就有点 不是先做所 就是说我今天 我明明知道 我可能 明年我就要转任律师了 我不想当公务员了 我要去当律师了 然后我就把一些案子 都先安排好 对不对 先安排好 先安排好 然后等我离开公务员的时候 我这些案子就马上可以接 那这个你们也斟酌 好吗 因为事实上 有些时候蛮两难的 像很多同学 考上好几个考试 可能是公务员的考试 可能是律师的考试 那可能是司法官的考试 那都会问老师说 老师我先要去当哪一个 以我来讲 我可能会讲说 我觉得你还是到公务机关 去试炼一下吧 因为公务机关 它有它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 一些作业的流程 各方面 还是可以去 学习一下 但是学习一下 其实我讲说 学习是一个了解 一个官僚体系的一些做法 那第二个 第二个其实也可以 在案件处理里面 去累积相关的经验 跟累积相关业务的 一些基本的人脉 我是给同学这样子建议 那这个对于你 为后其实在你的 律师业务的执行 是会有帮助的 就是会有帮助 但是 你要了解一下 我们这边的问题就来了 就是说 它是有一个同意 跟失职案件 那要小心一点 好吗 我想这是有分野的 一个经验的累积 人脉的建立 并不等同于 是一个同意或失职案件 我想这个部分 你们要一个理解 好 再来第六款的部分 与律师财产业务 及个人的利益有关 可能影响其独立判断的事件 这个蛮两栏的 这个蛮两栏的 今天我问大家 今天你处理的一个当事 前几天有一个案子 蛮好玩的 就是有人痛了中了头彩 好几亿的头彩 结果那个头彩去领了以后 后来产生一个纠纷 这个纠纷是说这个彩券 是一个大陆的台商 委托台湾的某一对夫妻 帮忙买的 然后帮忙买了以后 后来台湾的这个夫妻 拿到头彩以后 就不认账了 后来就打官司了 我讲跟你有没有关 假设这个你是两兆的律师 跟你有没有关 可能没有关 这个不是我的钱 但是你又不会脸红啊 你又不会眼红啊 不会哦 好 不会眼红 对不对 这是不义之财 不是 不能讲不义之财 这个李卷不能讲不义之财 那个财卷不能说不义之财 但是呢 它毕竟虽然跟你无关 但是你说这样子一个情况 你对一个律师而言 你会不会有一些心里面的一些情况 可能会有啊 可能会有 好 那我们这边来讲就是说 直接要跟律师的财产 跟他的财产 跟他的业务 跟个人的利益有关 蛮难界定的 老实讲真的蛮难界定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讲说 他要承认的机会不大 因为这个牵涉到很主观 很主观的判断问题 好 那为什么 因为主要是为了要防止 个人因为利益害关系 而影响其独立的判断空间 这个是了解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个条文 好 再来 诶 这边一个 这什么影片 这个叫Spark Spark是谁 有没有看 好 又要看电影了 那个 为什么会讲这个忠实的意义 为什么讲这个影片呢 跟我们今天要 目前要讲的这一个条文 为什么有关呢 因为我就前几天就看过这个片子 那看过这个片子的时候 里面那个 这个Spark Spark就是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种 叫什么 那个 那个Valken 这种人 那这种人呢 他是从小就有一种训练 这种训练就是 不应该受到任何情绪 外界的影响 这种训练是这样子 那个影片里面 你会发现到 他有这些方面的一个训练 所以在这个电影里面 他到最后 他本来是一个 这一个 这个Spark 他本来是一个舰长 他本来是一个舰长 那后来呢 他的副舰长 副舰就是另外一个男主角 就后来他想要 取代这个舰长 因为这个 另外一个男主角 他曾经回到过去 他知道发生什么事 结果呢 他想要把这个舰长呢 他想要请他 不是不能讲说穿他的胃 但是呢 他就利用一件事 他就一直去逼他 就是因为他的母亲 在整个攻击里面丧失了 就是那个Spark的母亲丧失了 结果不断的用这件事情 去攻击他 结果这个Spark 他就有一点 没有办法去进行这个判断 因为他已经受到情感因素的影响了 我想这个片子 蛮特别的这个片子 那你要了解 就是说 一个从小 他这种人种 从小就不断的在训练 不应该受到感情因素 或是其他的外力因素的干扰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种 他都没有办法去避免的时候 那何况是一个律师 我只是跟大家去做一个思考 那为什么放这个片子的照片的原因 那不是鼓励大家去看这个片子 而是说 这个片子 他有 他陈述了这方面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好 那 这边我们也提到了很多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什么是财产 个人 还有业务 还有个人利益上 有关的一些内容 那例如 其实就是个人经历上的冲突 那解释上 当然包括情感上面的冲突 例如 我们这边就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今天我是这家公司的顾问 常年法律顾问 我每年收几十万的顾问费 那有案子在联系的时候 可能是这一家公司的 里面的某一个 例如是一个法务主管 或是里面的某一个秘书 OK啦 假设这样子 一个很熟 非常熟 那结果呢 好 今天这个因为这个秘书 或是这个法务主管 犯错了 犯错了 我是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 公司要找我去告 这个主管 或是告这个秘书 当然是找我嘛 对不对 哇 结果我今天可能要告的是谁 可能 我要代表公司 但是我要告的是 过去在这个公司里面 经常跟我联系的这个人 很熟的一个人 那会不会有旗感因素 那就会有冲突了 好 那当然包括 可能会造成法律主张上面的冲突 所以有些时候 有些时候 我们也在讲 律师打到最后 如果说你们用功一点的话 用功一点的话 假设你们如果用功一点 律师有些时候不太希望 你会发现律师写文章的不多 律师写文章的不多 他不是不写 因为他写的话 他可能他的见解 未来可能会被拿去当成堂公务 知道吗 那如果你未来打官司打得精细一点的话 如果同一个见解 A律师在某一个案件里面 他可能是做A的主张 如果你用功一点 在B案件里面 你就把过去你这个律师 所做的这种主张 拿出来这个地方打 会蛮懒的 会蛮懒的 这就是所谓法律见解的问题 当然很少发生 很少发生 我们目前来讲 很少看到这种情况 几乎 我只看过一两次 看过这么多案子 大概只看过一两次 但是 如果今天你愿意打 如果你是一个用功的律师 你要打击你律师过去的一个不幸的见解 因为我们不能说律师是欧北贡 律师有些时候为了胜诉 他可能会因为 因为见解呢 可能会依照那个不同的角度 然后不同的当事人 不同的原告被告的立场 而会有不同的法律见解 那这个是蛮冲突的 你们今天来讲是说 我今天你是要捍卫你真正的法律见解吗 还是我今天这个见解会因为 他是原告 我的当事人是原告 还是我的当事人是被告 而会有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那个 那个思维出来 这是值得争执的 我们这边可以去做思考 好吗 所以我们法律人捍卫的是什么 这边我们可以在做这方面的思考 好 其他的我们再往下看 那个人情感上面的冲突 这一款是全部是新增的 相对人 相对人所委托的律师 这不是本身 是相对人 跟你打对台的对照 相对人所委托的律师呢 与其有配偶或恶亲等之内的血亲或姻亲之统一或实质关联之事件 像我们后面之前有一个惩戒的案子 蛮好玩的 蛮好玩的 这个蛮常见的 这个蛮常见的 像最近就是我们那个亲爱的花年县长就先跟他太太离婚 然后指派他带来当户县长 类似的状况 没有啦 我们不是讲这个例子 因为法律人 那个近亲繁衍 不能讲近亲话 这好像不是这么讲 那个法律人 同事法律人结婚的蛮多的 很多法律人可能是什么 夫妻就是律师 知道我意思吗 夫妻可能是律师跟法官 很多很常见 我们法律人的 这个因为法律人大家都使读书 不是使读书 就拼命的都在窝在这边读书嘛 然后人际交往比较少 所以呢 外销也外销的机会也比较少 知道吗 外销 所以大部分都内销 内销就是 内销就是 可能就是法律人 娶法律人这样子啦 那所以呢 像过去就一个例子 那个是也是惩戒的例子 他们是夫妻 都是律师 一个在高雄职业 一个在屏东职业 在不同区 那个辖区 地院的辖区职业 结果呢 有一个车祸案件 有一个车祸案件 丈夫呢代表原告 那个太太呢 就代表被告 就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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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基本上这两个夫妻 他们的事务所是完全分离的 完全分离的 这个不是说什么 我是同一间事务所 然后只是说在屏东 开一家分锁在那里 不是 他们是两家完全独立的事务所 就是这个情况 就是这个情况 那个案子有没有惩戒 后来不负惩戒 那个案子后来是不负惩戒 那因为他们所有的业务各方面 你不能说因为他们是夫妻 那他们来讲因为他们的业务各方面 他们也谨守 后来这个案子是不误惩戒 但是今天这个案子就很清楚跟你讲了 这个这是新修正的条文 我就是这是很明显有这个例子出来 好吗 再来呢 多数委托人的利益冲突 什么叫多数委托人 就是一个案件呢 可能呢一车 一辆一个车祸 一个车子撞过去 哇 撞到一头拉枯的人 或是呢 一个人呢 是被很多车子一起撞过去 这个也有点夸张 就是 但是呢 就是会有多数 一个案子发生会有多数委托人 例如啦 例如 委托人素人 旗舰立业关系相冲突的事件 这个基本上也可能不行 例如有些时候啊 今天呢 众人围殴一个人 众人呢 全部就委托一个律师 OK 假设 可不可以 可能没有问题 但是呢 他之后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好 那我围殴一个人 今天被告 被告了以后 他牵涉到这些众人 就是共同侵权行为人 内部的那个责任分担的问题 对不对 那就有冲突了 那就有冲突了 所以你们要思考这个概念 这个就蛮懒的 这个蛮懒 不是说 哎呀 你们一群人打一个人 然后你们这群人就找我 我就接受委任就好了 虽然好像是一件事情 但是他可能会产生冲突 因为 这些人针对这个受害者而言的诉讼而言 OK 这个是对立的 没有问题 但是之后的那个内部 共同侵权行为人内部分担 你可能会产生冲突 知道意思吗 那这个来讲就注意一下 就注意一下 同样的有些时候呢 像集团及上下离属之间的共同犯罪 也会一样 这什么意思 这什么意思 假设你今天是一个 一个集团 例如可能是 我们说海关贪污 可能是整个部门都贪污 对不对 整个部门都贪污 那整个部门贪污 那你说 那整个部门 大家一起来找某一个律师 那这个也会有冲突 知道我的意思吗 因为你今天像很多贪污的案子 你可能会牵涉到 我今天是不是奉命行事 还是怎么样的一个 一个一直是办理的一些 一些可能的内部冲突问题出来 像这个来讲 你就会了解是说 你会讲说 以阿扁的角度 以阿扁案为例 为什么这么多的当事人 每一个人都会请他自己的律师的原因 为什么他们干脆找一个就好了 那为什么要各自找各的律师 因为他们内部之间 会有一些冲突的问题出来 我想这个部分让大家做了解 还有其他的利益冲突 其他的利益冲突 那这是最后一款 最后一款里面它谈到就是 其他与律师或对其他委任人 其他的委任人 前委任人 以前的 以前委任过 现在可能案子已经截掉了 或第三人 知现存义务 有利害冲突 这个蛮讨厌的 因为这个直接应该是从 那个这边 它很清楚是从美国的法律 那个美国的律师 专业行为规范 那个模范规则里面 整个超过来的 但问题是 什么是现存义务 这个都是原文 原文它直接翻 那现存义务对我们来讲 什么叫现存 现现存义务 我们可能要去做结合 那我们这边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就是所谓的保密义务 我们知道保密义务没有期限的 像这个之前我们讲过 保密义务没有期限的 今天我案件处理 不是我案件截掉以后 我就不需要保密了 只要在 只要当事人没有同意 你再过几年 不管经过几年 你都附有保密的义务 我想这件事情 这个就是现存的义务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 可能会有一些法律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见解 那现存的义务 这是一个要必须要去做 进一步解释的 那整个是说 他今天把外国的 那个美国的规范 整个放进来 那我们都可以去做了解 那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 我们虽然课程在两三个 两三周 十八周以后结束 不过我们那个老师这边 已经针对所有的 律师伦理规范的 相关的法规 法规 法规 还有相关的惩戒跟司法判解 已经全部做整理了 应该在一个礼拜 到两个礼拜之内 会全部完成 数量蛮多的 数量蛮多 大概应该有 六七百页以上跑不掉 那我全部会 适当时机我会上网 好吗 那老师的专属网站 应该在一月下旬 我们希望一月下旬会开场 上面都会找得到 就说你们要读专业伦理 包括我们今天这个周 这个学期所有的资料 在上面我们都会逐渐放上去 那可能会涉及到了 几个重要的法规 可能需要看的 你们都要看 那每一个条文 刚刚不是讲吗 每一个条文 它有哪些惩戒的案件 它有哪一些法院审判的案件 全部在上面 老师全部已经做摘要了 所以应该是蛮完整的 另外 另外从研究的角度上面来讲 比较重要的外国的法令 还有外国的伦理规范 像美国 像香港 香港基本上 它虽然是香港 现在是香港 是属于大陆这边的地区 但是香港它的伦理规范 基本上还是沿用 旧的英属时代的 所以香港的规范 基本上就是英国的 还有澳门 还有过去我们国内已经有建制的日本 日本还有哪里 日本还有德国 还有法国的相关的法令 已经全部在做会整 包括这边所看到的专业行为伦理模范规则 中英对照 也都快做好了 好吗 就是跟你们讲这些事情 那也代表说 它是一个很完整的 未来要研究法律伦理 要学习的一个完整的资料库 这个老师大概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 就过去一个半月 就是在做这件事情 那大家可以去看 大家可以去看 那包括我们的上课 包括可能比较重要要读的法规 不是只有律师法 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 那个专业伦理规范 不是只有那个律师伦理规范 其实我们要看到的 其实包括公务员服务法 公务员惩戒法 不好意思 你们都要看一下 那有必要要读的 我都有列出来 好吗 所以你们在网路上 直接都可以下载 直接可以下载 那新的东西也都有 好